嗨 同学们 我们终于来到了 博马的东树桥 嗨 家宝 真的是太帅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古罗马的角斗场 爬了一个半小时的队 终于来到了这里 我看到这边的遗迹 也会觉得有一种一世独立的感觉 这非常正好 我在外面看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很大 但进去以后 爬个楼梯 就是爬到那边的二层 我就会发现自己快累死了 现在我都在 刚刚从这个罗马的兽场 走出来 我发现了很多西方人 特别喜欢打我们中国的油脂伞 我特别觉得很奇怪 来 走一个 看到了吗 那个男生的奶油脂伞 现在我往的那个方向去的是 古罗马遗迹 这个遗迹呢 肯定就是残垣断壁 对 那我所在的位置叫做 昏氏坎丁凯全门 关系就在历史 我是真的不清楚 因为我对西欧历史 永远都是傻傻分不清 所以这是一个战争胜利的 一个象征 所以在这里建了一个开山门 然后它的一些雕塑 也都是罗马人会 起战争纪念 起战争胜利所建立的 按我的头发 好 那我们到的是威尼斯广场 一个非常非常伟岸的建筑 那它呢 是罗马最大的一个广场 那每次我们在游进罗马的时候 我们都会经过这一条街 所以有一种条条大路 通过罗马的意思 而其中它也是 罗马的五条大街所交汇的一条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万神殿 这个万神殿呢 是罗马皇帝首位皇帝 叫乌大为的女婿 所建造的 它是为了供奥林匹亚山上诸神 做的叫做奥古都时期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 现在就是在万神殿庙面或者叫万神殿的里面 我对古希腊的这些神啊 我真是没什么了解的 就去看过一些人的动画 知道一下他们是对西方的文明有他们独特的效用在那里 我们来到了石院区 在石院区高下的西医王的石院区 人超多真的 这地方空间也非常非常的窄 所有人呢都在里面 说投一个硬币就能写下你的愿望 那其实在大天朝 我们得的池子我们就投硬币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也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啊 非常非常逗 我刚刚来到了 应该说已经来到了 这边非常著名的西班牙广场 那这个广场我们知道为何著名 是因为罗马假日 澳大利赫本跟他的男朋友在这里约会 然后他在这里吃了一个冰淇淋 所以能看到非常非常多女生 还是手里拿这个冰淇淋 虽然这些冰淇淋啊 已经被禁止说不要再吃了 因为很脏 曾经一度被禁止 不要贩卖冰淇淋 那还要很多女孩子再吃 其实我居然在意大利能看到糖炒栗子 觉得这边我对这边的吃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曾经有个笑话告诉我说 大国家所有的士兵都是在枪 而只有意大利的那个 就是士兵是每个人会准备一波的 因为他们需要在战场上自己做饭 因为他们嫌军赏太难吃了 巨小巨小 所以是巨少吗 还巨小吗 怪不得意大利人打仗不行 但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我是真的以为 我是因为今天搭配的看上去还不错 给了我三只玫瑰花 后来他还是说让我给他点钱 我想三只玫瑰把都给三棒 虽然感觉有点贵 对但是算了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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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